就是因為之前擦那個乳液 我都會分很多種 譬如說腳的乳液 膝蓋 然後跟腳跟 然後手 我覺得這樣太麻煩 超麻煩的 就擦個半個小時 因為你還要在那邊推什麼的 所以呢 我就自己想一個方法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很累 然後我就找了一個 這種噴的 噴霧的 噴霧噴身體 然後就會很保溼 它是乳液嗎 它是乳液 然後 因為這個 太好了 因為這樣子有點貴 因為我們背都擦不到了 對啊 然後這個乳液 這個很方便 而且它味道很香 也有方便的感覺 我覺得這樣好方便喔 然後我就想這樣大概兩分鐘吧 不用吧 十秒 對 差不多 就這樣 我喜歡長曬的 可是這樣是噴完沒有推會不會 生發掉 揮發掉 這樣可以嗎 這樣當然可以 但是市面上這樣的產品 其實蠻不好找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來示範 教大家怎麼自己做噴的乳液 太棒了 好啊 太美了 太美了 這個根本不用五分鐘就可以做完 像這一瓶呢 是我昨天做的 一分鐘就做好 太好了 那大家先試用這一瓶 然後我再做一瓶 好不好 好 那這一瓶會比較稠 因為我加的話 我來噴你自己去做 好 來做 好 好 好像有橙汁 好像有橙汁 對啊 要準備的什麼 第一個你要準備一個化妝水 化妝水 那化妝水取決於說 你最後想要噴出來的感受 質地 如果你想要噴出來的感受 真的像化妝水一樣 很像水的感覺的乳液 那這個時候你的化妝水選擇呢 就是盡量不要選那種濃稠型 要水水 就是水水型 但是它的保濕效果可能比較不好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說你希望它的保濕效果 更好一點的話 你就選比較濃稠型 但是它噴出來 就不會像那個化妝水那樣的感覺 它噴出來呢 就是會有這個 一塊一塊一塊的感覺 就是我們現在手上這一罐 對 你們手上這一罐 噴出來的感覺就是這樣 這比較有像乳液的感覺 對 比較像乳液 但是它的吸收也超快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製作一款 這個DIY的 這個自製的身體噴的乳液 當然也可以噴臉來使用 因為我們用的這個材料 全部都是臉部可以用的產品 首先呢 你一定要準備一個噴瓶 直接打開 然後倒油 那油呢 你可以選擇市面上的這種橄欖油 盡量買這種深色瓶子 然後裡頭呢 然後上面有標這個 Extra Virgin Extra Virgin 那這個Extra Virgin 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出炸的這個橄欖油 它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也很擔心 連這個東西 它裡面都有銅液綠素的話呢 你也可以去購買 你也可以去購買市面上一些 已經有在賣的這個植物油 天然的植物油 像我手邊拿的這個呢 就是百分之百的玫瑰果油 那我們就用玫瑰果油 來試個做做看 像這個玫瑰果油呢 它這樣子一瓶呢 剛好是10毫升 所以非常方便 我們就直接把10毫升的這個 玫瑰果油呢 全部倒進去 全部倒進去 所以連涼都不用涼 什麼涼杯 什麼涼齒 什麼都不用 就倒進去 有沒有看到 有 很簡單 倒進去之後呢 接下來就到這個化妝水 但是你倒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就取決於 你要多滋潤 你要越滋潤的話呢 你的水就到得越少 你要越清爽的話 你的水就到得越多 好 那剛好這一罐呢 是120毫升 我已經倒了10毫升下去了 所以我倒到滿呢 大概就是稀釋10倍以上 對 那如果倒一半呢 就是稀釋5倍 是 這樣大家了解嗎 了解 所以你們希望它比較 濃濃濃一點 你們要濃是吧 5倍 那滋潤就對了 對 那我就倒一半 所以你根本也不要涼 也不要管 就感覺 好 一半差不多了 一半差不多了之後呢 那馬上關起來就可以使用 而且可以保存多久呢 因為這兩瓶產品呢 基本上都是可以保存兩三年 所以說你混合在一起 兩年之內絕對沒問題 可是不是說很好的玫瑰金 有不可以照陽光嗎 對 所以你盡量保存在這個 不照光的地方 然後呢 因為你用透明的那個瓶子 對對對 那你可以選擇不透明的 深色瓶子 深色瓶子當然會更好 那為什麼要用透明 只是讓大家看到 它的樣子 你就可以看到這是油 對不對 這是水 化妝水 那我們就直接搖一搖 有沒有 馬上就可以開始使用 這就變乳狀了 馬上就變乳液 但是它擺到第二天 可能會分成 會再分 沒有關係 你再搖 就是使用前搖一搖 然後你噴出來的感覺 我給大家看 這個就像化妝水了 對 因為這個 剛剛我用的那個玫瑰水呢 它比較沒有那麼濃稠 那那一罐呢 是我昨天做的 我是拿比較濃稠的 玻尿酸化妝水來做的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這一種 然後很滋潤 對 這個背就可以噴了 然後真的很滋潤 真的很滋潤 真的很滋潤 很滋潤喔 小黃 小黃 也可以擦臉 也可以擦臉 可以擦臉 真的很滋潤 也就是說你要稍微按摩幾下 它才能完整吸收 噴背 噴完了怎麼辦 那你可能就是要稍微 你等它吸收 按不到啊 噢 你就等它吸收 新美姐要貼在牆上了 你剛才等了兩三分鐘 它大概就吸收了 噢